英国首相苏纳克22日宣布,英国将于7月4日举行大选。 苏纳克当天在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门前发表讲话说, 他当天早些时候与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进行交谈,请求解散议会。 国王已批准这一请求,苏纳克在讲话中对其上任以来在经济、移民、教育等领域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, 并表示执政党保守党对未来有明确计划。 自2010年时任保守党领袖卡梅伦带领该党赢得大选以来, 保守党一直是英国执政党,民意调查显示,自2022年10月苏纳克执政以来, 反对党工党对保守党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领先优势。 英国民调机构余观调查公司最新民调结果显示,截至本月16日, 保守党支持率仅为20%,工党支持率为47%,工党等党派不断施压,敦促苏纳克尽快举行大选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